日本最古老的五张照片,其中四张是美国兵拍摄的,现在都是国宝。 朋友们看到的张照片,估计会觉得灰糊糊的,不好看,没办法,谁叫它是一百六十多年前的呢? 那摄像机才发明不久了,可别小看今天这几张照片,效果虽不怎么好, 可张张都是日本的国宝,重要文化财产,说起来,这些国宝,还是拜美国人所赐。 嘉勇六年1853年,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几艘炮舰,吓坏了德川幕府。 两国在第二年签订了不平等条约,美军的摄影师,帮相关日本官员拍了些照片, 这是十种官藏及其随从。两十种官藏是松前藩馆占物的, 他是本张照片中,坐在前面的这个人,松前藩家老松前勘姐的手下, 所谓家老,就是大名家馆式的,一般有几个,分管不同事务, 当时随美军舰队到松前的,有个叫罗森的中国翻译,他送给松前勘姐的扇子, 现在还是松前资料款的温物藏品。 三这个人,是普克奉行所的余力田中光仪,余力相当于现在的警察署长, 四远腾又左卫门,也是松前藩的家臣, 与美国签订条约之后,列强分制踏了, 日本被迫与他们签订一系列条约,这也导致幕府微信扫地, 最终没落,天皇势力崛起,从此,日本走上了经济梦坠, 对外扩张的道路,连美国都在珍珠港一站中吃了大亏, 这又是当时的人无法想到的了。 美国摄影师,一共拍了六张照片,一张在美国,五张在日本, 另一张,是夏田凤行所的黑川家兵尾,实在太模糊,就不放上来了。 不过不另外一个人,舞蹈新奇兵,萨摩藩第十一代藩主, 生于1809年,在幕府所过背景之下, 却在美国人来之前,就学习了西洋科技与练兵方法。 他的麾下,小松带刀,西乡龙胜,大九宝利同等人在明治时代都是昭明人物, 他于1857年,由家臣拍了张照片,是现存最早的大名照片, 五张国宝及文物,反映不同观念,上面四人在枪炮下站到相机前, 他们是旧幕府的代表,开眼看世界的岛金, 无疑是新兴势力的代表。 本文照片,来源网络,若有侵权,请联系删除。